现在时间10月10号的早上 各位图本早上好 我们看到在上周五整体的欧美市场是一个大幅调涨 当然在整体我们在休假的时候 也是有了一轮相应的强势上涨 我们在前期也重点强调 往往在9月底大幅调涨的时候 那么11节后的首交易日 往往是一个跳空性的一个上涨 当然我们先看一下上周晚间欧美市场的一个走势 到琼斯指数下跌2.11% 纳萨克指数大跌3.80% 同时标牌指数下跌2.80% 英国德国法洛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 我们先回看一下在过节期间 整体的海外市场是一个先涨后低的走势 没有跌破9月底的低点 这是到琼斯指数 包括香港的恒生指数在这个位置 低点是9月30号 10月5号跳空大涨性的行情 虽然说在周四和周五震荡下期 也没有跌破9月30号的低点 回到我们的A股市场上 我们看到在9月30号收盘是3024点好 这个位置高点7月5号3424点 整体以来一直是出一种调整之中调整了400个点 7月份开始调整 8月份震荡好 9月份快速下行 我们在前期也强调过这个位置调整是一个C3浪的调整 好11节之后会有一个C4浪的反弹 C4浪反弹结束之后 我认为仍然会回到3000点的附近 所以说11节后迎来的将是超跌反弹 同时我们在前期也强调过这个位置高点 2020年的3456点好 这个位置低点是在9月30号产生 在11节之后 我们看到形成一个跳空大涨线的行情 上行之后再次形成回落 整体其实我们发现在11月份走出一波震荡反弹性的行情 以及在昨天晚间传出重磅的利好消息 就是稳外资 进一步简化境外投资者进入市场的流程 所以说很明确稳外资的动作对于后期整体的北向资源的进流入 以及成交量的增大是有利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最为重要的是什么 稳汇率 在昨天我们都知道美元离二人民币持续贬值到7.2673这个位置 对于人民币的汇率坚决抑制大幅波动 以及不要赌人民币单边汇率的升值或贬值 这对于稳汇率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从技术面上周期规律方面 以及海外市场在假日期间的表现 包括在昨天晚间的利好消息 我们有理由相信11假期节后的首个交易日开门红市值得期待的 所以说吧 至少我认为今天是一个跳空上涨性的行情 这个预判暂时还是不变的 那么我们静待开盘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